在我生命中最感動、最深刻的事情 我記得幾年前 科學院搞了一個科學會精英 醫生了九十幾個學校 大約百多名學生來到科學院 我以一個創業者的身份 我將自己很獨特地在本地 100%在香港 怎樣一路讀書 由大學、大學到大學 一路做我的科學研研之後 利用我的研究成為我的創業項目 這個難忘的經歷和他們分享 當中這百多位同學有很多問題 很多都展示到他們對科技的好奇 令我覺得影響很大的就是 其實我們這班有好奇心 亦有活力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是香港未來的動量 亦都是透過他們這份活力 我看到我們的香港是有前途的 另一方面就是 因為這班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家長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在另一活動 我就透過 家學合作士研委員會的一個講座 跟十八區家長 教師聯會的家長分享一下 到底作為創業者 怎樣可以讓這班的家長 想了解一下生涯規劃是怎樣的 怎樣幫到年輕人 家長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 是這麼多怪獸家長的 他們只是對於他們的子女的一份愛 一份的投入一份熱誠 透過這兩個活動 令我知道其實香港是很有前途的 亦都告解我自己 我要繼續努力為我們的香港 為我們的家作出更好的奉獻 和更好的服務